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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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门举办促销活动 借此提升金门消费者 食用在地猪肉的意愿 国产猪肉都是 卫生新鲜安全政府防疫超前部署 主绝于境外 希望让消费者对国产猪肉 实回信心安心使用 今天我们金门县 这一个猪肉是非常健康 金门县的猪 我们都完全的一个 进行口提液的防疫 所有的猪肉都是非常健康的 也非常的营养 欢迎我们各位乡亲 可以放心的来品尝这一个金门的猪肉 现在都是那一家为主 因为目前我们的猪肉 在生鲜的部分 还有就是制品上熟食可以到台湾 那生鲜的部分 还是只限我们县里面来销售 我们金门在养猪的时候 那农民会利用我们 酒厂生产的酒招 来做这个卫士 跟饰料来拌合 那这部分呢 利用酒招的一个 它的一个植物性的蛋白 造成那个猪肉这边呢 它在氨基酸的部分 例如肝氨酸甜菜茄 这些比较有甜味的 这些氨基酸的部分 它的值比较高 那而且它的猪肉的脂肪的含量 也比较好 那这是我们消费者 在地消费者非常喜欢的 一个原因之一 中保社区协助促销活动执行 总共端出了七道菜 有捡豆肉 香肠 炸猪柳条等等 让人大快躲移 而今年养猪协会 还特别捐赠猪肉给社区包粽子 呼吁消费者要多多的吃 在地的猪肉产品 让人知道 金门得好